第四十二集 我看儿子难受的样子 当时就过去抱儿子 没想到抱了一个空 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是在做梦啊 越想越伤心 我和孩子的娘两个人一直哭到天亮 天亮之后 我们接着找孩子的尸体 我们近处找不着 就找来了水库里的船 到深水的地方找 可是找了一上午 还是 三爷 你一定要帮忙找到孩子的尸体 孩子的尸体在水里泡着 我的心啊 如刀脚啊 干爹听了之后 只见他那玻璃一样的眼里 闪出了一滴泪 他说 哎 可怜的孩子 我余老三 平生最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咱们这就去 和你一起去看看 我余老三别的本事没有 但这水里的本事啊 还凑合 那个人一听 当时又要跪下磕头 干爹赶紧地掺起 然后穿好衣服 我一看 也赶紧地穿好衣服 穿好之后呢 干爹就让我拿着 装水靠的小包袱 跟着来的几个人走 走到水库的下面 发现停着一辆拖拉机 停在那里 那年代有拖拉机接送 可是最高规格 一般乡里下来的官 都得自己骑自行车 我们上了拖拉机 坐在车里 就朝长桥水库那里奔 我们走的是山路 这样不用绕弯子 那个时候的拖拉机 质量相当地好 几乎能当坦克开 崎岖的山路上 司机开的是如履平地 这一下子 可苦了我们这个坐车的 一个个被晃得头晕眼花 好在不是太远 我们到了长桥水库 那水库比我学游泳的水库 要大很多 和那座水库一样 是当年吃生产队的时候 巴的 那时候讲的呀 是人心旗泰山仪 现在想有这么大的人力工程 基本上是不可能动员的了 到了那里 车速放慢了许多 路也平坦了 我从车厢里站了起来 扶着栏杆朝那里看 只见水库的边上 还残留着许多残垣断壁 那是当年蓄水之前的房子 蓄水后淹没在水里 很多人围在那里 有在岸上的 有在水里的 几条小船在深一些的水里 来回捞着什么 拖拉机终于停下来了 剧烈的一晃 那铁栏杆差点磕掉我的牙呀 这一次算是做够了拖拉机了 从拖拉机上下来 一站到石地上啊 感到不晃又站不住啊 我们刚下拖拉机 人群里就有人哭着过来了 我一看过来的是几个妇女 其中一个哭得最厉害 看样子一定是小孩的他娘了 他过来的时候 小孩的爹和哭着的女人 说了几句 那女人一下子跑过来 跪在地上 求干爹一定要找到 儿子的尸体 我干爹赶紧地用手相颤 让妇女赶紧地起来 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然后要过水铐 穿在身上 跳进了水里 开始在水里 寻找小孩子的尸体 干爹的水性没有说的 在水中如一条鱼一样 身子轻巧地 游荡在那些残垣断臂之间 他基本不用换气 可以一边游动 一边看着水里 大家在岸上看得清清楚楚 干爹的身子不像是人 而像是一条大鱼 岸上的人齐声叫好 在我的跟前 一个劲地夸干爹 本以为 凭着干爹的水性 找到小孩的尸体 一如反掌 可是找了一下午啊 什么都没有找到 到了岸上 我干爹说 奇怪了 这一片呢 我都找遍了 怎么就没有找到 小孩的尸体呢 按说这样的水库 不是大江大河 我在水里 也没有感觉到 有暗流啊 可是偏偏就找不到 小孩的尸体 大伙儿有的说 可能是被大鱼 拖进了深水 有的说 可能是水鬼 由于天色晚了 不能再下水 只好等到 第二天继续找 我们这一天 没有回去 哪家人 老早的就找人 给家里人送信 说我们住在这里 第二天吃过早饭 我干爹继续找 为了防止意外 特意拿上了 他的那对 分水鹅梅刺 这一次 干爹在整个水里 都找了一遍 可依然没有找到 小孩的尸体 到了下午 快落太阳的时候 干爹精疲力尽地 从水里走出来 心情不是太好 哪家人劝干爹说 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干爹摇摇头说 这件事 十分的蹊跷 我在水中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 什么水晶湖管 水中非常的平稳 没有大的河流灌入 也没有什么水下暗流 按说 只要淹死了 不可能随水乱跑啊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把尸体藏起来了 这样才找不到 接着 干爹问那些 看热闹的人 以前有没有 有同样的情况 这时大伙议论纷纷起来 还真有淹死之后 找不到尸体的时候 几乎是每隔七八年 就会失踪两个人 同样找不到尸体 其中有一个老头说 这里啊 早些年有人看过 水边有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在岸上晒太阳 人刚到跟前 就跳到水里不见了 我干爹一听 当时就说道 哎呀 一句话 惊醒梦中人 我怎么就把这件事忘了 我赶紧说 干爹 什么事 干爹说 水猴子 我把水猴子害人的事 给忘记了 我说 干爹 您说的水猴子 是什么东西啊 干爹说 这水猴子 也叫水鬼 是一种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两只圆眼睛 眼睛是那种绿色的 一张尖嘴 在江河里 水猴子的毛 是那种红色的 在水库或池塘里 水猴子的毛 是黑色的 上面长满青苔 水猴子这个东西啊 身上充满了粘液 弯起来非常的臭 让人呕吐 它在水中力大无穷 害人是最厉害的 他们会潜在水里 忽然拽住人的脚脖子 把人一下子拽到水底 然后用东西缠住 或者用石头压住人的身体 然后用泥土封住人的口鼻 这样就可以把人的灵魂 留在体内 水猴子喜欢吸取人 灵魂上的阴气 我想 现在那孩子的尸体啊 已经被藏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我们在水里这样找 根本找不到 我说 干爹 水猴子既然那么厉害 那咱们就别找了 让大伙不下水就行了 干爹摇摇头说 不行 这水猴子如果不除掉 胃口会越来越大 到最后会害死越来越多的人 我现在心里啊 已经有了除掉水猴子的计策了 八伙一听 赶紧问干爹怎么办 干爹说 我的办法 就是深入虎穴 俗话说得好啊 不如虎穴 焉得虎子 如今 我们只有找到那水猴子的老窝 才能除掉水猴子 捞出孩子的尸体 我说 干爹 您是说 您自己深入虎穴吗 干爹摇摇头说 不是我 我如果身上穿着水靠 手里拿着峨梅刺 身上带着煞气 那水猴子 根本不敢靠近 如果我不拿峨梅刺 不穿水靠的话 又不是那水猴子的对手 所以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做诱饵 等那个人被水猴子抓进老巢的时候 我再跟进去 然后在水巢里把水猴子杀死 不过 这个当诱饵 掉水猴子的活 干爹刚说完话 只见围在干爹身边的那些人 呼啦一下子离开我们老远 在那里议论纷纷 说这样当诱饵 凶多吉少 肯定会被水猴子害死 俗话说得好 好死不如赖活着 谁也不想死